后来你走南闯北之后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一个歌手 对啊 对吧 你刚才好像讲演当中 还特别自豪 然后你在那马路边唱歌 你能把 以前把你拒之门外的 那个歌厅老板 你能把他招回来 然后还请你回去 对 我问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开始 做这个歌手的 其实当时我的梦想很简单 我只是想唱歌 只是找一个有舞台的地方 能够唱歌 能够养活自己 但是去了很多地方 老板们都拒绝了我 人嘛 我这人说话就比较实在 你想追寻梦想的时候 你首先要活着 你要吃得饱 一个人在外面 飘了一两个月的时候 你真的是 兜里的钱不多了 然后朋友们就劝我说 要不然咱买一个音箱 说去街头吧 后来也是算想了很久吧 就觉得我在哪儿都是唱歌 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就是希望唱歌 我觉得梦想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吧 那OK 那我就买了一个音箱 去街头嘛 我们往往在你这样的状况当中 并不是我小看你 或许有一点点的自卑 其实谈到自卑啊 我觉得不仅是我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 当然我的身体和我的情况 可能要比正常人要 更自卑 更自闭一些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 既然老天把什么都给你了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人可以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生老病死 或者是有意外的死亡 但是我觉得 人永远都能颓废死 既然活着就要活出个样子 所以三位 你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大 对 内心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